美國總統奧巴馬星期四 在邁阿密為希拉里克林頓站台助選 奧巴馬說 川普轉變立場拒絕承諾接受大選結果 這個將會危害美國民主 川普在星期三 在最後一次的總統候選人辯論上 拒絕承諾接受大選結果 並且說 他就是要令到全國民眾揣測他的下一步行動 星期四他在一次競選集會當中是對支持者說 他絕對會接受選舉的結果 條件是他贏得勝利 奧巴馬總統星期四表示 當你試圖在公眾的心裏 對選舉的合法性縱效懷疑的種子 這就是削弱了美國的民主 美國選舉當中失敗的一方 要展現風度接受選舉結果 還要祝賀對手獲勝 這是美國政治當中的一個傳統